生活中的小美好 当太阳从海面升起的时候 整个天空都变成了橘红色 好美啊 我觉得那天我五点起床也是值得的 谢谢大家 谢谢小苹果在分享会上的分享 没什么了 因为我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去很多地方旅游 所以才有分享的内容 小苹果就是个大旅游家 我也想去旅游 旅游 对呀 我也想把旅游中见到新鲜事 说给同学们听 去嘛去嘛 云朵妈妈带我去旅游嘛 你看我的行李箱都准备好了 可是棉花糖你要上幼儿园呀 妈妈也答应小苹果的妈妈 这周啊要帮忙照看烘焙店 现在忽然说要出去旅游不合适啊 哼 不跟云朵妈妈好了 米花 咱们自己去旅游 出发 我们旅游的第一站是小花坛 哇 哇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原来蜜蜂藏蜜 不是拿着蜜蜂罐子呀 米花 安静 我们旅行的第二站是理发店 米花 你看到了吗 难怪理发店地上没有碎头发 原来有个超级大的抽风机呀 米花 你要不要进去剪剪毛 哈哈 逗你玩的呢 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 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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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呢 棉花糖 哎呀 棉花糖哪儿去了 棉花糖 是米花 棉花糖 你 噓 云朵妈妈小声点 你看 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虫子 这两只虫子长在一起了 它们是双胞胎吗 棉花糖 这是小织料在退壳呢 你看 这淡绿色的是刚退完壳的小织料 这个棕色的其实是它的壳 哦 原来不是两只小虫子呀 嗯 只有一只织料 它退下来的壳呢 叫做缠退 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知了 哇 孩子们 今天的周一分享会 谁愿意把有趣的事情 分享给大家呀 哇 昨天 我发现了几个大秘密 第一个就是 小蜜蜂采蜜 根本就没有提蜜蜂罐子 真的吗 那它把蜜装在哪里 是吸进肚子里 哇 我还有第二个发现 那就是 理发店有个超级大的冲锋机 哇 哇 后来 我的云朵妈妈 还用缠退 给我做了一个小毛猴呢 你们看 真的好像小毛猴啊 我妈妈说 所以小质料又叫质料猴 虽然云朵妈妈没时间带我出远门去旅游 但我也发现了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东西 谢谢大家喜欢 棉花糖的发现真好玩 棉花糖观察的细致还学到了知识 所以说旅游固然重要 可以长见识 但如果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即使没有时间去旅游 也会在身边发现很多小美好 没错 棉花糖就是个大发现家 到底谁厉害 太元 船过来 来个大力抽射 接招吧 皮皮 汤圆 带我一起玩吧 古代 你回家玩不娃娃去吧 对呀 棉花糖 踢足球很危险 是男生的游戏 什么呀 我们女生也很厉害的 战场上的护士都是女生 那也没有男生厉害 开大挖掘机的都是男生 女生厉害 还有女航天员上天了呢 男生厉害 拯救地球的都是男生 别争了 别吵了 那咱们就比比看 到底谁厉害 比就比 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才气呼呼地跑回来的呀 对呀 云朵妈妈 你说皮皮是不是说的不对 嗯 其实男生女生都很厉害 那不行 我们一定要比比谁厉害 云朵妈妈 你教我踢足球好不好 啊 踢足球 我不太会啊 没关系 会一点就可以了 云朵妈妈教我嘛 那好吧 多学习像运动也没坏处 太好了 嘿 变 足球来啦 云朵妈妈 我不是去划轮滑 我知道 但踢足球呢 跑跑跳跳也容易摔倒 穿上轮滑护具更安全些 那 好吧 出发 出发 棉花糖 看好了 我踢给你 你要踢回来哦 明白 嗯 棉花糖 这次你不能躲了啊 要不然你学不会踢足球的 嗯 我努力 哎 我不躲开 我很勇敢 啊 哎呀 棉花糖 你怎么撞树上了呢 云朵妈妈 都怪这个头盔护具 挡得我都看不清球了 云朵妈妈 我们练了这么久 我连一个球都没提到 你说 是不是足球真的不适合女孩子们玩呀 棉花糖 云朵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蓝天爸爸 你怎么来了 我刚下班 正想看到你们在玩皮球 蓝天爸爸 这不是皮球 是足球 哦 好好好好 不过踢足球为什么要戴头盔呢 又不是玩橄榄球 这不是安全吗 你太谨慎了云朵 哪有带着护具踢足球的 来 棉花糖 勇敢点 爸爸来辅导你踢足球 好啊 爸爸最会踢球了 不带护具 棉花糖磕到怎么办呢 摔一下没什么的 运动就是要磨练坚韧毅力的 来吧 棉花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传给我 传给我 胖元 说好那边 嗯 女生真的会踢足球啊 原来女生在运动方面也很厉害 当然了 我就说过我们女生很厉害嘛 棉花头 有只虫子掉到你头上了 好可怕 虫子 没事了 就是一只吃树叶的毛毛虫 你看它没有牙 不咬人 快拿走 快拿走 没事了 好吧 我承认 男生也有很厉害的时候 那我们算平手了 算平手 没关系 我承认 你们都在吃树叶的时候 你还能不吃树叶的毛毛虫 我承认 我承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